最近的外電消息來關注 因為疫情升溫 不滿政府加強了防疫措施 繼荷蘭之後 比利時現在也有民眾上街抗疫 還跟警方爆發衝突 根據路透社報導 警方表示 參加示威抗疫的民眾 大概有三萬五千人 剛開始期還算平和 不過之後就爆發了暴力衝突 鎮暴警察從民眾發射 強力水柱跟催了瓦斯 民眾則是向警方丟取石塊跟煙霧彈 跟其他的歐洲國家一樣 比利時在最近 受到了第四波疫情影響 確診數飆升 比國政府於是在17號 在採取比較強制的防疫措施 除了要擴大強制在口中的場所 還要加強民眾強制在家上班